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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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的这个结果呢 结果是歪 我们想要去回归它 所谓回归就是去找出它的成因 找出它有哪些原因 影响它的结果 所以它是回归 这种回归呢是对于 不是一或是零呢 这样的一种一变数的回归 不是一就是零 你要去回归它 你是希望能够找到什么 你希望能找到某一些次变数 中间经过什么样的数学的组合 最后等于Y 可是这个Y只有1或0啊 是吧 你带一些X的值进去 然后经过加减乘除 或是什么样的数学的运算 最后得到一个1或者到了0 这很难 这是相当的挑战 可是我们偏偏在生活上 老学经常有这样的事 就是想要对一个结果 如果不是1或者0这样的东西 去找回归 希望能够建立它的回归数学室 所以统计学院就想出一个方子出来 所以这个叫逻辑师 逻辑师回归 所以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困难呢 他就这样想 他说如果是 如果你的结果只有两个 拒绝不接受 你说0就是拒绝 1 Y等于1就是接受 接受的几率有多少呢 我们说接受的几率是这个 Properability Y等于1 拒绝的几率是什么 Properability Y等于1 所以从这边来看呢 我们这样想 Expective Value of Y是什么 这就变成它的几率 所以1或0的这样的一个变数呢 你取它的期望值 它最后就是等于什么 Y等于1的几率 OK 我们的回归模型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都是希望找出 Y是 Y的期望值 加上某一些无法控制的 这个随机变数 这是我们回归模型 所以E of Y呢 是回归模型的一个简称 它是一个模型 那如果真正的情形呢 那就是 你真正出现的Y 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回归的理论模型 去找到一个相类似的 一个估测量 然后加上呢 它的残余项 这是我们在回归的世界里头的概念 就是一个出现的Y的值 在理论上呢 它可以看成是 某一个期望值 再加上呢 无法掌控的一个随机变向Epsilon 那我们找一个回归估测线 就是找这个回归的理论模型 你的一个现实的里头的一个 相当于它的一个估测量 一个估测线 那加上呢 参与一下 这个我们在14章15章都在谈这种概念 所以你现在如果要用回归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呢 首先你就必须要了解 EY是什么东西 因为你知道E或是零吗 Y的结果不是E就是零吗 对不对 那加上某一个东西 加上E或零的估测量 E或零的估测量就是比Y等于E啊 所以如果是从逻辑师 从Logic regression来看的话呢 你的EY啊 既然是等于Y等于的几率 所以 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数学试试 它的值啊 是介于零和一之间的 各位同学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EY的一个试试 EY的值刚刚已经证明过了 它就是probability y等于E probability y等于E的值 一定介于零和一之间 我们希望能找出它的回归模型出来 意思就是希望找出E of Y的数学试试出来 而数学试试的值 介于零和一之间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人们想到的时候呢 有一个数学试试啊 E的x次方 所以E加上E的x次方 这个数学试试啊 它的图形啊 是什么图形 你如果把取一次为分 令它等于零 你会发觉x的值啊 会等于 趋近于负无穷大 或者是正无穷大 它只发生在这两个极端点上 发生的 使得它一次为分等于零 所以就发觉它跟负无穷大这边一定是渐进线 跟正无穷大这边一定是渐进线 另外它最大时呢 绝对不会超过一 因为你x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呢 不管是正无穷大或无穷大 如果是正无穷大的话 它就只趋近于1 负无穷大的话 这个只趋近于0 所以它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 这个连续型的 那你取二次为分 发觉小于零的 二次为分是正的 大于零的 二次为分是负的 所以 然后中间这边呢 有一个 有一个焦点 这是发生在零 二分之一的地方 也就是说 当我带x等于零的时候 这是一 带零进去 分子变成一 所以 整个函数只是二分之一 所以在零 二分之一这个地方呢 通过它 而且这个点啊 正好是反折点 也就是二次为分会等于零 这个不难 不难画出这样的图形出来 那么这样的一个图形啊 完全符合我们这边的需求 我们这边的需求是希望找出一个 逻辑师的数学模型 逻辑师的回归的那个 E of Y的一个模型 而这个E of Y呢 因为既然它是等于几率值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呢 能够找出E of Y的数学式子 而这个数学式子呢 值介于零跟E之间 所以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说呢 人们就这样子 找出logistic 恢复师的模型 而这个模型是什么 找出这样的模型 你看X的地方呢 就是它放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时候回归 我们要去回 要去找出Y的 它的回归的质变数 把它质变数呢 放在这个X这个地方来 产生了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变成这样子 符合这个形式的数学质值 因此保证这个值一定接于零含义之间 而且我们都知道 这个值事实上就是什么 就是Y等于1的几率 这个是刚刚你证明过的 所以 logistic regression的模型 是这样的架构 而这E of Y事实上的 就是等于Y等于1的几率 那Y等于1的几率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是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问这件事情会成功还是会失败 事实上呢 它的期望就是在问成功的几率有多少 你的申请要被批准的几率有多少 你会赚钱的几率有多少 你去申请贷款 会被批准的几率有多少 你考通货的几率有多少 虽然这件事情只有两个结果 成功和失败 可是我们去找它的期望 是事实上就在找它的几率有多少 它的几率就是这个 它的几率是这个东西 就是你给了我一些自变数 我把它带进去以后 带到这个数学数字以后 我一算 就可以算出于 介于0和1之间的值 而这个值就是成功的几率 所以它背后的一个转换 是这样来的 课本没有交代这个 课本只是告诉你 我们要去做Y等于1的几率 Y等于1的几率就是E of Y 它并没有说E of Y的算法 少了这个步骤 告诉你为什么E of Y Y的期望值跟Y等于1的几率产生了关联 课本在这里并没有说明 但是我们经过一个简单的数学的运送发觉 事实上E Y的值就是几率 而几率为什么要找一个这样的式子出来 这么复杂的式子 纯粹是为了符合E Y的值必须要介于0和1之间的数学式子可能还蛮多了 但是符合真正的需求 经过一些测试以后 决定选用这个数学式子 当作logistic regression的一个函数形式 变成这个东西 所以这是变成我们的逻辑式的一个回归模型的基本架构 变成这样出来的 所以我们从这地方开始探讨 因此我们说 Y hat 这就是其实我们面语用Y prime 这是Y hat Y hat才对 然后这张是Y hat Y的固测量是什么 Y的固测量就是 Y等于1的几率的固测量 这个是Y的固测量 Y的固测量就是它 我们希望透过它来找出这个东西出来 所以我们的回归模型就是找到它的固测量 这个固测量的实际上就是这个 这个几率的固测量 那就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去找 既然它的理论模型是这个样子 那因此在实际上 你要去估测的是估测这个数字 估测这个数字就是要找出 β0到βp它们的固测量出来 放到这个数学数字里来 这一算 事实上就是Y等于1的几率的固测量 那Y等于1的几率的固测量呢 我们简单可以说它就是Y的固测量 因为Y不是1或0吗 那Y的固测量你把它当成是什么 是Y等于1的几率的固测量 所以总之呢 从现在开始谈逻辋师呢 从它的背后的思路 理论的模型来看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找出 这个数学数字里头的B0跟 找Bp的这些固测量出来 那数学数字是这个样子 谈到这边有什么问题 所以同学你看725页这边15-27的那个式子 也就是你为什么会使用15-27这个式子呢 就是Y的固测量为什么等于它呢 原来是因为 E of Y的值一定是介于0和1之间 介于0和1之间的数学式子 就是这个数学式子 那所以呢才会产生出呢 那我们干脆就把违规的 质变数把它变成这样的形态 放在这个密这个地方 放在指数这个地方 所以形成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式子 在这个式子当中 我们要找的就是 估测那些质变数前面的系数 然后放到这个框框里头 所以呢就变成是你回归固测线 要找的一个数学式子 就变成这样子 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看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告诉你 为什么它是这样演变出来的 为什么有15至27这个式子出来 在这个地方 课本这个地方呢 它没有交代的很清楚 它是做了这样的补充 现在来看一个例子 底下呢有一个table15至1的表 它在讲说呢 有一个百货公司叫Simon's Store 赛门百货公司啊 它为了要发coupon catalog 你知道那个目录啊 一本制作非常精美的目录当中啊 里头放一张呢 那个折价券那个是100美元的折价券 那你如果catalog一拿到 那寄到你家来 你打开 哇100美元的折价券 那你要不要 你看我去抢的要啊 当然那不是现金 那就是说你必须要到那边去购买 然后只要就一放 可以扣掉100美元 可是呢 这个成本很高啊 它整个catalog的制作很精美 而且这样coupon 100块 所以可不可以每一个人都发啊 每一个顾客都看到 这个网路上都有名字 我就记住去 这样一记的话 跟四川大海 有些人根本没有来你这边消费的 他根本白拿 那你一本catalog的成本制作 就50块美元 印刷制作非常精美 外加coupon 100美元 所以要不要随便发 不能随便发 你如果是行销部分 你会随便外面的这个 路人甲路人乙都发给哪一本 不会 你会发给哪些人 发给哪些人 你会发给精彩 来我们simon store 消费的人 而且消费到某一种程度以上的人 而且你还想说这个人啊 来我们的消费的人还分两种 一种是有Simon信用卡 一种是没有Simon信用卡 你有汉神卡 有没有汉神卡 有的拘手 我说到你们这些同学有汉神卡 我陪我太太去汉神拒贷的时候 或者汉神百货去拿来店里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好多年轻人 手上是一叠的信用卡 还一叠的那个收据 拿的东西都拿好多 同学应该有吧 没有去拿来店里吗 来店里只要花200块或是100块 购买它 然后你拿它的收据 外加你的信用卡 就是你必须要有它的汉神卡 两个东西就可以到楼上去换一个来店里 那来店里有各式各样东西 有雨伞啊 有包包啊 有什么各式各样很漂亮的东西 那品质都很好哦 刺激买气 用这种东西 汉神有 汉神的品质很好 汉神巨蛋也不错 汉神百货啦 汉神巨蛋啊 还有一个地方 大力士蛋 大力士蛋更加精美 Simon Store 他要发这种 这种 这种coupon给人家 他发给哪些人啊 他一定发给那个 要不要考虑 他有具备信用卡的人 他才发给他 有汉神卡他才发给他 因为这样的人呢 表示他比较可能来我们这边消费 因为你有那个卡的话呢 你可以 可以怎么样 普遍都有享有会员价 对不对 而且停车免费 你要没有那个卡 你特别开心来 一个小时五十块 两个小时一百块 你有消费呢 看你消费多少钱 可以省 否则的话呢 有些人就不会来这边购买 因此啊 这个这里头就两件钥匙 第一件钥匙就是你的annual spending有多少 他都选了十个顾客 第一个顾客呢 他的每年的消费量是多少 2.291个千 那就是2,291元 每年消费量是这么多 回到我们这边 十五之十一这个表 annual spending 每年花费多少钱 还有一个变数是什么 你有没有Simon's card 你有Simon's card呢 给你1 没有Simon's card给0 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变数啊 不是1或0的变数是什么变数 Categorical variable 对不对 好 就是所谓的这个项目的变数 好 那么 X1呢 就是每年消费多少 X2就是你有没有Simon's card 那么 Coupon呢 右手边 那个地方呢 0 1 0就代表你会使用Coupon 1就是 1是你会使用Coupon 0代表你不会使用Coupon 所以你看 这边十个消费者 每一个消费者呢 他的讯息啊 都可以从这边可以解读得到 好 那现在我们翻过来 我们来看 我们就是要去找呢 希望能够把 15至11的 这里头的一些数据 放到电脑里头去 帮我们跑一下逻辑师 那么逻辑师一跑以后 跑出个什么东西出来呢 那你看 它跑出15至13的那个报表 大家看727的最底下 15至13的那个报表 他发现呢 因为你现在有三个字变数 所以你看 你要看15至31的那个式子 727的15至31的那个式子 两个X 一个X1 一个X2 还有一个Y 好 那么跑出来的结果 我请问一下B0是多少 所以 负2.146 637是吧 加上多少 B0是多少 0.34 0.34 1 6 43 X1 再加X2是多少 1.09 8 8 8 7 8 7 8 8 7 8 7 7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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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 X2 所以你只要告诉我哪一个顾客 他的X1是多少 他的X2是多少 我把它带进去 我就立刻可以得到了 一个几率值出来 所以你看哈 4 X1 好比说X1等于2 X2等于0 Y等于1的几率 你立刻带进去计算 然后课本上帮我们算一下 知道多少 翻过来 728也对三位 结果是多少 0.1880 对不对 然后4 X1等于2 X2等于1 各位同学 你看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这个顾客是联消费额是2000 有没有Simon's car 没有Simon's car 没有Simon's car 没有汉神巨带 OK 这个是有汉神巨带的 连消费2000 有汉神巨带 结果我们算 他会使用 各位同学 Y等于1是什么意思 Y等于1 在这个地方 Y是指他会使用Coupon 你会使用Coupon 你使用Coupon的几率很大 我才会寄给你啊 对不对 就这个人啊 消费2000 没有Simon's car 我要寄Coupon给他吗 他会使用Coupon的几率 只有0.188 那对这个人来讲的话 他有Simon's car 几率是多少 0.0.499 0.499 看到没 所以你看这两位顾客啊 有卡和没有卡 你看差有差多少 同样消费额 有卡代表他有向心 他有邻居 他是我们的会员 对不对 他愿意等候我们的信用卡 信用卡也不用连 也不用给他什么年 那个年费 可是代表一种向心 一种心理上头的一种归属感 所以这样的人啊 他是很有可能会使用Coupon的 所以我们寄给他 他一定会来消费 如果这个人不会想要使用Coupon的话 他就是来消费的可能性就不到 那你干嘛还寄给他 所以透过这个几率的计算 我们就可以了 来算出啊 像729页 同学你看729页 最底下那边 15-12的那个table 那个table 告诉我们什么 你看看 就这样子 你把呢 每一种不同的消费额度 配合了有卡和没有卡 会使用Coupon的几率是多少 好比说 每年消费1000元 每卡 会使用Coupon的几率是多少 挺好啊 我再讲一次哈 你们这个同学不要讲话 每年消费额1000元的人 没有卡 会使用Coupon的几率是多少 是不是0.113 是不是0.113 是不是看清楚了 那如果每年使用每年消费7000元 有卡 每年使用消费 消费7000元又有卡 的人 会使用Coupon的几率是多少 看得很好 所以这个表会看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表告诉我们说 你把各种各样的状况 都把它算出来了 好 现在你都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算出这样的几率子出来 好 你学过统计学 你把这个表 你把它 报表跑出来 然后你交给你老板 你现在自己在百货公司上班 你学过统计学 你把这个报表拿出来给老板 那老板会告诉你说 经过我们上回董事会 有关预算的一个限制 编的预算 以及我们公司获利的考量 财务部门换算出来的结果就是说 会使用Coupon几率0.4以上的人 我们才发给他 几率0.4以上的我们才发给他 所以你想想看 从0.4 那你想看 哪个地方是 哪些人是你可以记的 你看这个表 0.4 2000元 有卡 对不对 那个地方 0.4 这个可以 可以发给他 3000元 有卡 0.49 43 这可以发 2000元 每卡 0.1880 这个不发 3000元 每卡 0.245G 也不发 4000元 每卡 0.3144 也不符合0.4 5000元 每卡 0.3922 要不要发 几率只有0.3922 你要不要发 你也不发 如果你很死板的 去抓0.4 很僵硬的 用0.4来看 当然不发 但是呢 你的老板 经理人他想 0.39 跟0.4 你其实相差也不少 相差一点点 也很少 所以他还是愿意发 这个地方 当然是经理人 怎么去使用这个数据的问题 但是你学过统计学 你会发觉 就这个例子很简单 他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做 做决策 他把它换算成为几率 就可以了解每一种顾客的情形 然后会来我们店 消费使用coupon的几率有多少 通通算出来 那0.4以上的 几率0.4以上的 我们就锁定这些顾客 就发 发这个coupon发给他 所以统计学 就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出他的应用 看到没 这个例子是不是很好玩 有没有问题 OK 所以 所以呢 你给我任何一个新状况 我就可以换 又可以换一个几率给你了 好吧 那 先讲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来看 我们在做 这个 回归模型的检定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 就是说显著性检定 显著性检定呢 我们 先f检定 还记得吗 我们回归的时候做 f test 然后做t test 这是linear regression 线性回归 f test是对整个模型 去检验它的正确性与否 检验它的显著性 对不对 那t检定呢 是针对每一个个别的自变数 检验个别自变数 到底有没有显著 应不应该放在模型里头 我们一般来讲 是先做f检定 再做t检定 同学记得啊 f检定是看整个模型 overworld来看 然后看个别的自变数 同时我们也会看什么 它的r square 看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叫 市窃率 市 适不适合 那我们在logistic regression 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不做f检定 它叫g检定 这两个东西啊 你看看 是明显的差别 这个是logistics regression 它这个检定也不叫g检定 不叫f检定 overworld的检定叫g检定 为什么叫g检定呢 呃 这个 它是这样的 它是说呢 你检定统计数啊 最后会变成分布形态 是卡方分布 自由度呢 自由度呢 就是你 自变数的个数 自变数的个数 为 自由度 那看你自变数有几个 自由度就有几个 现在以这个例子来讲 自变数我们有两个 一个是annual spending 一个是呢 你有没有simons卡 两个自变数 因此呢 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它的卡方 它的g检定的检定统计数是 两个自由度的卡方分布 好 就这个题目来讲 那我写一个p的话 就是说 in general来讲的话 广泛来讲 看你有几个自变数 它的自由度就有几个 这是g检定 那它为什么叫g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它的检定统计数是 卡方分布 那另外呢 如果你是个别的 自变数的检定呢 它也不是t检定 它叫z检定 所以特别在这边呢 把它画出来 让同学呢不要搞混 这是我们的linear的regression 线性回归呢 用f跟t 那你在logistic回归里头的话 是g检定 以及呢 z检定 那g检定刚刚讲过的 为什么有个东西叫z检定呢 同学你看啊 z检定啊 我们以前说t检定 我们以前说t检定 t呢是等于 bi 除以sbi 现在我们所谓的z test 也是很类似的 bi 除以sbi 但是呢 原来在线性回归里头 bi除以sbi的结果 可以证明它是t分布 但是在logistic回归里头 bi除以sbi 我们可以证明它是 标准常态分布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728页的中间下方那边 有它那里个别的beta i等于0的h0 要去检定它的话 下面三行 事实上你把bi除以sbi呢 事实上是一个zi 所以你要去跟z去相比 而不是跟t去相比 我们看一下报表 727页底下 15-13那个报表里头 现在第一个 常数项的 的值是-2.14637 除以呢 右左边的standard error 也就是上的标准物 是0.577245 你这一除 出出结果是-3.72 你这一出出看就知道 -3.72 第二个就是x1 它的那个自变数的前面係数 0.341643 除以呢standard error 0.12888672 出出来结果是2.66 z值2.66 那么x2 一样 你是算说它的z值 是2.47 那么重点是右 左边的p-value p-value呢三个都是相当小 都是0.05以下 比0.05还小 所以如果你alpha抓0.05的话呢 这个里面呢很显然三个 的这个系数啊 通通不应该拒绝 不通通都不应该等于0 通通都应该拒绝 那确实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是做z减定的 的这个结果出来 那么又那下方的地方 最下面那一行 可以发觉你看 它说g的值是多少 13.628 那么在本题目里头 degree of freedom 它说等于2 确实你有两个自变数 所以degree of freedom 等于2 g等于13.628 p-value是多少 0.001 相当小 所以显然不管是g减定也好 或是z减定也好 通通都是可以拒绝h0 所以显然它是很显触的一个结果 OK 所以这样来研判它 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的时候 g test跟z test的 这边的一个 内容的情形 先讲到这个地方 看同学没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下课休息 谢谢